Uber开发的这项名叫Uber Captor直升机运送乘客服务 已经过了试非阶段 目前测试航班的起点从马哈顿直升机场 飞至肯尼迪国际机场 航程大约需时八分钟 每架直升机可装载五人 平均费用预计在200美元到225美元之间 乘客可以根据需要提前五天预约 据悉 目前这种直升机运送服务 只对Uber的白金卡和钻石会员提供 虽然纽约市已有直升机来往机场的业务 但Uber公司表示 该公司推出的这个业务 是包括室内和机场所有陆路交通的一站式方案 并且可以透过智能手机程式预定 据悉 Uber公司将于下个星期 在华盛顿召开直升机业务的新闻发布会 新台记者唐成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